但多种口感的面条做好了 它又该搭配什么样的一份卤汁 郝大厨自然也是有推荐 有这么一种卤汁 完全不用肉 却能吃出满口肉香 制作很简单 还能存放在冰箱里 随吃随拿不爱换 最关键的是 拌面拌饭 甚至当蘸酱吃 味道都是一绝 如此一份省适又美味的百搭酱料 是不是也让您很动心呢 接下来就让郝大厨 来为我们揭秘这种卤汁的巧妙做法 面条做好了之后 当然咱们还要搭配一个蘑菇卤 这个蘑菇卤可以说是万能百搭的 您不单能吃面 您吃米饭吃馒饺全都行 蘑菇的品种越多越好 这样蘑菇的味道可以更充足 香气更浓郁 而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市面上常见的香菇 海鲜菇和口馍 我们将几种蘑菇切成丁就可以了 当然了咱们这个蘑菇卤 可不一般 这里边是一点肉没有 但是还要让您吃出肉香呢 那咱们这道蘑菇卤不单好吃 而且还非常的健康 因为做这道蘑菇卤的一滴油都不加 蘑菇下锅直接干煸 直到把蘑菇的水分煸干 蘑菇有一个自然收缩的状态之后 这会儿咱们可以放上一些葱姜蒜 把这个味道给它提出来 加上水 咱们开始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 同时咱们放入一些黄酱 增加它的酱香味道 少许的蚝油 胡椒 白糖 那这道蘑菇卤咱们就大功告成了 您学会了吗